因此我特别要借这个机会 要请我们的市民朋友 不要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 反而应该要冷静回过头来看待这件事 就是说新竹过去这八年的改变 你有没有感受到 那么新竹这八年来的建设 你有没有感受到 如果各位都觉得是有的 那我一定要请大家 在今年的这个新竹市长的选举 不仅是替我们新竹人发声 也替新竹市府团队做一个保证 还给新竹市府团队一个公道 所以那个方法就是 把选票投给民进党所提名的沈慧宏 因为他是我过去的副市长 和我一起携手改造了新竹市 我想这个政绩才是王道 建设才是王道 所以你会很明确的回新竹去 帮助省慧宏助选吗 那跟运鹏的选举又怎么样去分配时间 这个来双向进行 我会到桃园 就是因为桃园 桃主本来就是一家 所以为什么我到桃园去的时候 没有违和感 桃园的乡亲对我很熟悉 就是因为过去我和文灿市长在八年 这市政的交流很紧密 那刚刚秦皇说的没有错 防疫的过程我和文灿市长也携手合作 那桃园最辛苦 它是海啸第一排 一有疫情 他们一定会先有这种社区的感染 但是因为新竹有竹科 我一直都是战战兢兢 所以王浩 我们很简单的从 怎么从论文这件事情抽身出来 在运鹏的选举当中 让林志坚获得清白 有一部分清白是选举的结果 我们必须承认 我简单说几句 第一我在今天这个节目之前 从来没见过林市长 所以跟林市长是完全不认识的 当然运鹏我也没见过也不认识 果然他们两位跟传说中一样 阴气体拔吧 是是 那第二一个事情是 我实际上是上个星期五 开始看这个论文的 那个实际上看了四篇论文 一个是这个 陈明通的论文 它实际上是最早发表的 那个2015年8月份 它就投稿了 第二是林志坚的这个 研究大纲和研究计划 那研究计划是2016年1月底提交的 然后2月1号 这个陈明通批改过的 那第三个才是余正煌的论文 那个到2016年7月份通过的 那第四个是林志坚 2017年1月份的论文 所以实际上是四篇东西 总共加起来300多页 所以看得我樱头转向 看了三天看完 那这个而且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的是 这四篇要一直看 因为你如果前面两篇 这个陈明通的论文和林志坚的 研究计划没看的话 只是比较于和林的最后的论文的话 很容易造成台大学论会的那样一个印象 就是后面发表的一定是超前面 但是你如果把陈明通和林志坚前面的 那个陈明通的论文和林志坚的研究计划 看完了你再看后面的话 你可能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那这个台大学论会的错误也是在这里 就是他们在审查的时候 是非常机械性的用软体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而没有看整个事情的前后脉络 而没有看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很强烈的印象 就是说这三个论文 陈明通与郁正华林志坚的论文 实际上是在讲同一件事情的三个不同角度 本质上就是研究在新竹市长期难大于绿的情况下 而且林志坚民调一直落后的情况下 他最后怎么能够翻盘怎么能够赢的 那三个人看了理由是不同的 那陈明通研究的是柯文哲现象的造成的这个影响 那林志坚是研究第三者竞选 那个蔡人坚的对他当选的影响 那余正华研究的是林志坚本身个人的特质 对他胜选的影响 那三个人实际上用的是同一个材料 就是林志坚竞选总部委托收集来的六次民调的细部的资料 那但是三个人这个研究的是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同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当选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从外面人的角度来看 三个人的原创性都是够的 但是三个人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陈明通设计的 当初是陈明通整个思维的逻辑 他用了这样一种研究的架构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 然后他自己先写了第一篇关于柯文哲的论文 然后下面指导他的学生说 你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个事情用同样的方法论 所以才会出现他们这两个学生的中间的方法论中 跟陈明通的这个论文这个重叠性比较高 但是陈明通认为这是他指导学生的一个正常的方式 这个我是接受的 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硕士生的论文的要求 他们的独创性是够的 但是他们不一定要在方法论上有原创性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他们的研究的角度和结论的原创性是够的 但是他们的方法论是从陈明通那里学来的 并不是自己独创的 那现在这个跟台大的争议 除了台大的学论会在程序上有很多问题 这个我在脸书上做了很多说明 最主要的是说他们做的这种对比是非常机械的用软件的对比 他们完全不取信任何对于林志坚有利的这个证据 也完全不取信指导教授对于整个事情前因后果的解释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就是你本质上不相信这个指导教授的学术自由 因为这个是指导教授的责任 指导教授认为这个在学术上是站得住脚的 你作为台大的学论会应该尊重指导教授的这个学术的判断 你如果不相信这个的话 你可以测了这个台大教授本身的这个职位 但是台大学论社是没有资格来判断 陈明通的这个教学方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这个根本不是学论会有这个资格做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这个从林志坚的角度来说 他完全是应该去继续寻找救济 因为台大学论会自己也承认 第一教育部可以去申诉 要叫教育部重审这个案子 第二你可以去行政法院打官司 因为台大学论会在整个过程中 有蛮明显的违反行政法的作为 那第三一个就是你也许可以跟这个余正皇打官司 这里面有一些前后著作权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救济的方面是蛮多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当然现在林志坚已经决定退选了 他可以花蛮多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想办法还自己清白的这个过程 但是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 可能比较重要的是回防新竹 因为我自己觉得能够守住新竹的 这个八年的这个业绩 八年的这个市政的这个成果 能够让这个他的副市长这个沈辉红能够当选 能够延续他八年的市政成果 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那桃园的话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这个包括这个郑运鹏和包括郑文燦 他们两个人是有足够的能力 能够把桃园这个地方的选战能够扛下来的了 我们另外四位来宾也都发表简短的看法 跟提问之后 我们再请两位一起做结论 我们民进党委员最后好了 请教杰明他很简单的来 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对他们他们今天合体接受访问 接下来他们要进入选战了 对这边除了清皇是住新竹 或也是住新竹 我比清皇还早2000年住在竹北市 所以新竹的变化我们是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必须要去金国路 我们要去市民 那个公道路 我想如果去过新竹 知道的公道的公道那条路 就是正好就临时间市长完成整个规划 你会感动就是那条路 真的是新竹非常大漂亮一条马路 不過我的重点这地方是说 因为至今是有新竹八年的经验 实际上如果你把新竹的美感 在这个桃园市场去展现桃园市展现 至少有一个很实质认证说 他确实是一个能力去把新竹市变成是全台湾最幸福的城市 所以我要把这议题丢给了 丢给我们运棚 那你现在的状况是 是立法委员 但是因为之间的强项是他有实战的这个经验 那现在选战部分 你怎么去跟郑文菜来搭配 是现在有人在见缝插针的问题 说你跟郑文菜没有合体 你们各保各的 等会你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说你基本上你没有新竹市那八年的经验 没有试证经验 但是有人说你跟郑文菜好像有点距离感 那这时候智建能够帮你什么样的忙 这是我比较好奇的部分 好嘿 朗东 问一下两位 如果说这次有初选的话 你们可能会有一次竞争 但这次使用征召 但是双方感情还是非常好 不管是一开始由这间市长出来选 或是现在由运棚街上 两个人一起受访 看得出来是说有很好的交易情 这在政坛中 可能少见都是怎么样做到的 那第二次想请教运棚 那坊间也有些人认为说 你非常有创意 那可是在这整间争取市长 真心上的勤快度跟毅力 好像有一些人会觉得好像跑得不够勤快 你怎么去面对这方面的质疑 最后再问一下 智建那在你决定 退选这样的决定之后 你的家人或者是地方上面的人事 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好 反对党 国民党 建国插政党 孝敏 我想先请教一下林市长 就是说其实外面也是很多人很好奇 这个论文事件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说当台大学轮会 其实有了给你三次的机会 你可以到现场去做个解释 那很可惜好像你也都没有到现场去 当然现在台大学轮会结果也出来了 那你也选择要退出这个选举 那如果要以捍卫自己的 清白的角度上来讲 不知道林市长会不会对台大学轮会 这个判决做出什么后续的一个动作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那对于林鵬委员 今天我们很熟了 那我觉得你是今天市长下 曾孕鹏委员上 我觉得也是一时之选 因为毕竟他是 你好客气 他最资深的 你是讲真还想讲 他桃园最资深 因为对桃园一定是最了解 而且我跟林鵬真的 节目上常遇到 可是刚刚柯夫姐有讲一个关键 其实连在党内都有个声音 就是所谓走了一个抄袭论文的 来了一个挺论文的 我不晓得你现在变成是已经是要参选的候选人 不晓得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这个这样的批评 好 这几个问题 你看他们都不用字条 我还努力赶快背下来 身为这个同样是民进党的委员 如果为了要节目精彩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要跳脱 是这个每天跟孕鹏一起开记者会 就是党团的干部的身份 跳脱民进党的身份 我也想用媒体人的角度 来帮孕鹏先剖析一下 因为他可能我想有一个节目 可能大家也会 就是问很犀利的问题 像我想问孕鹏就是 就像刚刚延续前面的问题 大家都说就是一个所谓的挣钱换降 那大家会说好 那就是换了一个人 过去大家都会讲说 之前有所谓换住 现在换变成是郑鹏上的时候 会不会对他选情有影响 另外就是我现在有得到一些消息 我听说最近就有所谓的民调要公布 然后呢就会操作说 志坚一开始来选的时候 是所谓民调领先的状况 领先张善政 但是现在换了孕鹏 这个消息要放出来是说 孕鹏好像民调上面就没有 现在桃园的张善政那么好 那么面对像这样的消息 会开始不断的扰乱军心的时候 孕鹏要怎么回应 好 由于孕鹏他是在桃园要参战 是战场上的第一线人 所以最后的结论 让你最后打负压走 但是之前刚才几个问题 你都清楚记得吗 第一位汪浩告诉你 叫你回房新竹 你怎么回答 这个桃园新竹都要赢了 因为这都是不容易八年的政绩 那不论是桃园文山市长的努力 或者新竹我的努力 那我相信桃园的乡亲跟新竹的乡亲都是肯定 吴老师问你觉得哪里比较危险 我觉得现在如果我来看 我觉得新竹要加把劲 那因为桃园 我自己在桃园一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文山市长他的基层是非常非常的扎实 然后孕鹏因为无缝接轨 是因为我们这一个多月来 都是三个人一起出席很多的行程 那么我的政策我的政见 这个会议运棚都是有参与的 所以他现在接下来这个棒子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新竹 讲的也是我们大家可能有这样的判断 否则我不会说回房新竹比较重要 那朗东刚刚问到家人 其实刚才他也讲过了家人的这个状况 应该你是以党为主 然后宣布了之后家人才知道嘛 对不对 那关于孕鹏的问题 等一下请孕鹏来答复 好这个最后呢 孕鹏刚才几位的问题 其实蛮尖锐的 杰明说人家外接说 你跟郑文燦没合体 不过好像昨天有吧 答这个问题就是 你们两个是不是 骂何神离的意思 对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然后林楚英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换柱的这个噩梦 会不会出现在焕鹏身上 不过那天呢 郑文燦我有问过他 他说 那个换柱是那个朱立伦自己 要换掉 那个宏秀珠要换上自己 然后那个林志坚不是 林志坚是自己要退选了 然后换上的是郑文燦 对不对 可是郑文燦也会被对手持笑 你不是第一人选 你是替代品 有阴影 对不对 你的阴影 以前我们也问过林志坚 郑文燦是不是你的阴影 现在你变成郑文燦是不是你阴影 林志坚是不是你阴影 好我先说明一下 今天我们两个会坐在这边受访 那这就 大家可以证明说 不需要去分化 我们两个跟郑文燦三二 你说没用 论文是政治事件 那志坚承担这个退选 也是政治事件 如果我们任何疑虑的话 我是自己参选 他就自己受访就好了 我们这个互信 这不要说我跟志坚熟不熟 就有情有义 也要先看证据 我刚刚讲说 我是看过那些所有证据 我质疑过说 你哪边的档案有问题 我愿意背书 是我看过这些资料 所以我可以完整讲出来 那不要说我是志坚了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民意代表 看到一个冤案 就算他众人节约可 他是一个被判死刑的死刑犯 他有冤屈 我身为立法委员 我难道不应该帮他吗 这是我从政的初心 从政你不管做什么决定 初心不要变 就算刚刚也有问到说 那我跟他新竹 跟桃源的合作怎么样 那个我的初心 大家去查郑运鹏 割吉拉大战金刚 这不是我去看电影 去年我就对媒体访问说 我跟志坚在初选的 这个提名里面 不会割吉拉大战金刚 我欢迎他来 因为这个是 世界对台湾的需要 台湾如果可以做 桃源新竹更不整合 这是一件好事 对台湾也好 对世界也好 都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当然也有人提问题 你没有事真经验 怎么去说服大家 投给林志坚也要投给你 你是当市长当总统的 那个是大家一个看法 也有很多在民意代表 在那边做的好 大家信任我有这个能力 我今天也不是刚刚当立委 就马上跳槽要来参选 这是有一些转折没有错 但是这个就是 相信我有这个承担责任 然后也有办法说 从控求后卫 转成得分前锋 这样的能力 那之间是负担最大的责任 那我也没有回避的权利 所以在这个整体上 桃源跟新竹的市政 这八年都是有品牌的 他们两个品牌 还不会因为一两个事件就被打翻掉 对 那所以 换制 刚才说清皇跟杰明 两个都是新竹市政进步的见证人 人家是见证林志坚的 市政又不是见证你 那他们不能做第三任 所以还是得要才能 你要相信能力 也要相信人格